特大续汉 一家戏口命丧黄泉 死者叫赵斌叶 除施 失败的还是赵斌叶的父亲 如此马迹 犯罪嫌疑人露出马脚 天罗地网 犯罪嫌疑人能保情绪 山地勤凶 中国武警即将播出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 上期节目我们为您播出了 甘肃省徽县福家镇天河村 发生的特大杀人案 经过艰难的搜索 在一个天然的洞穴内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魏自有的踪迹 那么最终能否将犯罪嫌疑人 魏自有抓捕归案 请看这期中国武警 山地勤凶下集 经过参战官兵艰苦仔细地搜索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魏自有遗留的两处生活和潜逃痕迹 公安侦察部门勘察结果表明 犯罪嫌疑人魏自有 有北逃的迹象 这就印证了警方的追捕方向 是正确的 同时以锁定犯罪嫌疑人的 大致防卫 当时我们就决定 当时我们就决定 集中主要兵力 对重点地区进行搜索 收紧口袋 防止犯罪嫌疑人往外掏船 八月的尚寻 正是酷暑难熬的季节 炎炎烈日 炙烤着大地 滚滚热浪席卷着山林 加上这里属于盆地气候 相对湿度大 五间的极端气温高达四十多度 搜索人员走进茂密的灌木丛 就像是进入了蒸笼一样 当时从头到脚 全部都湿透了 红身上下 没有一处是干的 衣服还紧紧地裹在身上 我们的行李里面 全部都是汗贼 走起路来还呱唧呱唧响 而且很滑 你这组怎么个情况 刚才从山庄过来的时候 看见两名中年的男子 问了一下 微自由的行踪 他说是在前天的时候见了一遍 或者是在卖水收窃的时候见了一遍 你们其他各组 现在发现什么情况了 可以情况 在这里除了炎热之外 山地环境极为复杂 搜索人员需要在草木丛中穿行 十分艰难 遇到陡峭的山丘 干部战士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向上攀爬 有时候草丛中还会遇到毒蛇 马蜂的袭击 那时候我们在白蜂的方向搜索 正往一道山上爬的时候 没注意把马蜂给碰了 马蜂到处乱飞 见人就是 身上手上全部给遮红中了 特别的疼 当时我们在凤凰山南坡搜索的时候 突然发现前面草丛在动 我以为是犯罪嫌疑人 心里面非常激动 当我们悄悄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条大蛇 心里面非常的害怕 参战官兵在搜索中 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缺少水和食物的情况下 连续搜索了三十多个小时 到七日晚十九点 仍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魏自有的踪迹 难道他真的逃出了警方的包围圈吗 田渐渐黑了下来 搜索毫无结果 由于能见度低 对展开搜索行动带来了困难 对防止发生意外 指挥部决定 停止搜索 当时我们把部队从山上撤打了山下 除做必要的修整 和食物补充以外 还对兵力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以加强分控和巡逻的力度 当搜索队员返回到集结地时 才真正感觉到饥饿 这是他们两天来 吃到的第一顿饭 于事发突然 人员紧张 加上求见限制 我们搜索的有些区域 食物和水供不上去 所以我们搜索的有些队员 吃不上饭 甚至连水都供不上喝 当时吧 我们还感觉不到饿 可能是由于我们的精神高度的集中 一心只想着抓捕饭的限制 根本就没有时间想着吃饭 等我们撤到了外围分控地点的时候 才感觉到又饿又困 吃完以后 二桌 走 把这个被收拾干净 是 好 各组到我们上级安排预定的地方上两个时间 明白 好 睁大眼睛 防止犯罪嫌疑人 好不好 上 吃完了 吃完了 收拾被收拾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趁着夜色下山 急使车辆沿公路逃往外里 指挥部决定 调整病例部署 把原来十多个卡点增加到二十多个卡点 严密盘查过往行人车辆 同时加大路线车辆密度 把你的后备车辆一下 给你一个人吗 另外一个人没让 就你一个人哦 另外一个人 好嘞 可以说啊 好的,谢谢佩哥 你们从哪地方过来的这个车? 四川广员 这个人你见过吗? 看一下 有没有印象? 不太实现 我们检查一下你的周围的车情况 你们拉的什么座? 我们拉的康子 站上,检查车吧 后面 上 检查,底盘 千人何为?犯罪嫌疑人,却无踪影 这说明这个违尊这个人呢 是有已经的犯罪 峰回路段 犯罪嫌疑人 终于现行 已经在走了 天气很热 这时候呢 我看见图片上还有一个人的话 从我这边走过来 天罗地网 犯罪嫌疑人 能否停火 山地擒凶 中国武警 正在不处 可得尽快将犯罪嫌疑人为自由抓捕归案 根据806案件侦破指挥部锁定的范围和当地的警力状况 公安部门决定 从天水 城县 两当县等地 调集了大量的公安民警 民兵和当地群众 共计2000多人 于8日上午7点 全部到达现场 我们显示图是500多人参加四部锡定 根据指挥部的决定 我们要迅速组织全县范围的其干民兵 民地人员500人 随时就不得了 我们集中了所有的兵力 秦成了以凤凰山为中心 方圆20公里的包围圈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为您参战人员 认真仔细地 搜索着每一个角落 尽管这里环境复杂 荆棘密布 但谈战官兵毫无怨言 山上这个带刺的植物比较多 有牛王刺 狼牙刺 这种植物 这种刺呢 上面长着长长的带稻钩的刺 扎到人身上特别苦 特别是我们汗水 把衣服完全浸湿透以后 这个伤口来更是火烂了 印度搜索 狼牙刺 狼牙刺 现在我们刚上了一个 刚上了一个勾卡 刚上了一个勾卡 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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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周围 这全部都是烧壁 它不可能查到 有可能 在我们的烧壁的下面 转不从而来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从这个查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你看 下午一点半 当四个方向的人员搜索到山顶时 大大出乎参战人员的预料 竟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难道为自由 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那么 它又是在什么时间 从什么方向逃走的呢 当时啊 我们在场所有人 感到非常的吃惊 因为旗号的晚上 公安侦察员 还能够铺落到 反正显示 微自由的终极 尽管咱们少了 剑少了二十多个剑 还是就是 还没有把这个网子制裂 又看到了 那批这个 微自由留下 这个在逃破的这个空隙 我的估计啊 微自由就是 从这空隙中间 利用这个浅黑 偷偷我们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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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示这个 微自由这个人呢 是用意进的这个 这个饭品查经验 这样嘛 这一片的激情 他又想对面什么实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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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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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下雨 洞内已经灌满了水 村民杨国庆继照说 这个洞并不大 近身不到两米 据公安部门考证 犯罪嫌疑人未自由 在下雨之前 的确到这个废弃矿洞藏溢过 找不到犯罪嫌疑人未自由的踪迹 对所有参战人员来讲压力很大 此时据破案规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犯罪嫌疑人潜藏在什么地方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卖西瓜的村民向指挥部举报 在榆树乡 掩霸村林场附近 距316国道不远处的半山坡上 他亲眼看到了犯罪嫌疑人未自由 当指挥部得到犯罪嫌疑人未自由的确切方位后 立即收拢所有人员向烟霸方向集结 对其周围交通要道进行重重设想 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权 同时掀起赶到的公安邻警 向举报村民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 那天呢已经在中午了 天气很热 其他人呢 对于好多人都回家吃中午餐去了 只有我还有旁边的一两个人在那儿没喜欢 这时候呢 我看见出场上还有一个人的话 从我这边走过来 据举报人马有才介绍 当犯罪嫌疑人未自由从西面的山上往外走时 突然发现公路上有人 便立即转身向东北方向的山上套窜 由于我的目前掌握的情况呢 为止由它抛出去以后 对其他地方的这个畸形 它又环境它又不是太实现 它痛快了要采取 北嵌在这个在陕上的丛林里面 倒藏映藏起来 外上呢 就是同副 复刑这种办法呢 继续相为投豪 继续相为投豪 就是在这情况里面 现在清晰的办法呢 就是 比如沿着在六千古屋的南北 傻咖多钱 据警方分析 几天几亿的逃窜 已经使犯罪嫌疑人未自由精疲力竭 又饥又渴 加上烟霸一带的大山的北面 岩壁陡峭 荆棘密布 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犯罪嫌疑人未自由 已经没有体力向深山逃走 很可能下山截止车辆 连三一六国道向天水式方向逃走 当时呢 我们的考虑是这样的 部队呢 从凤凰山车到年八十 已是下午五点多 不离越来部队 夜间 进入深山密林 大面积搜索 针对这一情况 指挥部决定采取 以静制动 洋装撤出的办法 麻痹犯罪嫌疑人 又是其遵入警方 布向的口袋 同时要求公安民警 武警官兵 换成便装 走访附近村民 了解犯罪嫌疑人 未自由的行动向 这一招果然奏效 八月八日二十一时二十分 犯罪嫌疑人未自由 趁着夜色 在马湾村出现 我们在马湾村 设的这个卡点 是通往迁律的一个要道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就一个水天王 朝我这个方向系统 非常可疑 不过心意又要感觉到 像是犯罪嫌疑人未自由 便迅速地衔索的路边 就在这个时候 公路上突然开过一辆 由西向东的汽车 在灯光的照射下 暴露了公安民警的位置 来人看到我们后 关掉水电脑 转身轻易向山里跑 到时我们距离打跃就十米左右 我们追到一朵围墙前 前一人速度也想翻过墙去 我们只撒向他的一枪腕套 后来今天这架外壳 就是嫌疑人未自由 反罪嫌疑人的位置已经锁定 指挥部果断做出决定 集中所有兵力缩小包围圈 采取一线平推 打造深圳的方法 反罪嫌疑人未自由 如进攻之鸟 慌不择路 只能沿着山路向南面的公路套餐 我们正在山里面搜索 天黑余大 搜索过程当中 发现有核前方有野鸡突然飞了出来 当时这个情况一定是野鸡受了惊吓 肯定是有人 所以我估计分析判断 一定是暂去显示野鸡 各小组注意 各小组注意 前方有野鸡飞了出来 一定是有人进行了他 各小组迅速向前方速走 明白了没有 搜索部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逐渐向前推进 随着包围圈的逐渐缩小 加上搜索队伍扬微造势 迫使犯罪嫌疑人未自由 只能向南面的公路套餐 大约在当天晚上11点钟左右 我们在316国道马安装出射卡 突然间我发现了 对面山上有一个黑影 跌跌撞撞的向我这边走来了 我们当时觉得都十分可疑 沈东峰2002年入伍 在武警8662部队服役 多次在部队组织的军事大比武中 夺得第一名 先后三次永历三等功 2007年11月退伍 被聘到徽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 与此同时 沈东峰迅速将这一情况 报告了就在附近搜索的 武警徽县中队中队长陈凯 让其带领队员赶往马安装 卡点增援 当时我和来人距离只有5米远的时候 我突然要打开手电筒 我喊了一声 微自由 这个人突然愣了一下 马上转任逃跑 当时沈东峰一个剑步出城去 将其扑倒在地 这时武警徽县中队中队长陈凯带领战士也赶了过来 合力将赋予顽抗的 为自由制服 快点 别走 265上带 别走 别走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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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谢谢 走 据犯罪嫌疑人魏自有交代 他从1998年入聚到赵兵业家时 家中一贫如洗 经过夫妻二人十多年的努力 生活得到了改善 改了新房 增添了新的家具和家电 为了照顾好赵兵业前夫的两个孩子 魏自有主动放弃再要孩子的念头 心甘情愿地把赵兵业前夫的两个孩子 抚养长大 而这时赵兵业却感到魏自有 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丈夫 扬言要同魏自有离婚 并将其赶出家门 性格内向目呢 欲试认思里的魏自有 感到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甚至于绝望 随之令人震惊的血案 就这样发生了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魏自有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随后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也在天河 河湾村一带打捞出犯罪嫌疑人 为自由丢弃的作案工具 一个家庭里成员之间需要相互尊重 理解 一旦发生矛盾 绝不能够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在广大的武警官兵 公安干警这些执法者面前 在国家的法律面前 犯罪者必服罪 犯罚者必服法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